记者仔细看了小李姑娘手里的数据 上面只注明四季疗法等四个服务项目 和3980x2的数字 数据上方印着伊萨国际的字样 小李姑娘说 她在滨江一家公司上班 去年12月到岳明路这家伊萨国际女子养生会所 办了一张2400元的年卡 平时来按摩一下肩膀和脖子 4月3号那天 她像往常一样来做按摩 突然有店员跑进来说 她中奖了 后来他们的店长进来 就跟我宣布 然后说他们这里 他们伊萨国际 然后有一个什么周年 四周年起点 然后正好我是三等奖 然后我获得了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水氧的套餐 然后送我那个 送我一个套盒 然后说我只要付了手工费 我就可以享受这个 手工费你要付多少 3980 报价是多少呢 七八万吧 小李说 当时工作人员给她看了 另一位顾客的套餐产品 都是一些她没见过的护肤产品 这个时候经理有打电话 说他们一等奖的客户 什么 就是又跟他们要了 说你这个不够 然后我再要一套 其他人就所有人都说 他说 那我们这边也要 那就莫名其妙把我定了之后 我就跟那个人说 我能不能补要这个 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搪色说 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多好 小李告诉记者 自己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面对几位店员的热情 实在不懂怎么拒绝 最后用支付宝扫码付款 扣出20元杭州消费券 一共付了7940元 至于那两套报价几万块的产品 店员说要等公司发货 小李姑娘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 4月6号上午 他找到养生会所要求退款 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来找过他们 然后就希望他们能给我们退掉 然后我们叫了警察 然后他们拒绝协商 记者注意到 这家养生会所的墙上 没有悬挂营业执照和价目表 他那套盒什么时候能看到 套盒的话我们公司要发过来的 什么时候能发过来的 大概啊 那个大概我也不是很清楚 电话联系上养生会所的彭店长 对方表示 按照公司规定 小李支付那笔钱 原本是不能退的 产品的话已经报下来了 没办法退的 如果说他需要给工当干嘛的 我们都是可以提供 你说的手工费比较快 但是没有的 要算来几十块钱做一次 每周过来项目 如果每次来做两个的话 差不多可以做加近两年呢 八个套盒呢 不是两个 大概的话我们如果说按原价 肯定是要两三万的 在店里有明码标价吗 没有 墙上有没有 他们就没有 都是他们口述的 我们或许会自行协商好吗 咱们店里这个价目表在什么地方 小李表示 他还是想要退还全款 目前他已经向杭州市 冰江区市场监管局反映了情况 18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